什么叫幸福 我最喜欢她的回答 幸福 那就是 我饿了 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 那她就比我幸福 我老大看别人穿了一件厚名袄 她就比我幸福 我想上包房 就一个坑 你蹲那儿了 你就比我幸福 可笑吗 这个对幸福有独特见解的人叫杨红奇 四十来岁 单身贵族 生活拮据 可对她来说 幸福很简单 最近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她骑车路过坟向时 救了一个被变态侵犯的姑娘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杨红奇非要死期百代地让报社表扬她 理由也和幸福有关 表扬完了 有人会幸福 向报社记者古国哥说完后 老杨转身离开 她已经做好了接受表扬的准备 可向她挥手告别的国哥 却因为收集的资料有限且片面 而不知如何下笔 于是她把这件事分享给了同事小廖 希望能听听小廖的建议 小廖是个精壮的小伙子 一听老杨的故事中有个被强暴的姑娘 立马惊虫上脑 两眼正亮 但也没能给国哥一句实质性的建议 这事儿也就这么地搁置了 三天后 风里雨里的老杨一脸不悦地来到报社 为了防止座驾被偷 她还用铁链将其固定在消防栓上 见记者国哥在开会 有礼貌的老杨也不打扰 可有椅子不坐 她偏偏要坐在楼梯上 还在地上铺了三张报纸 她铺报纸是有用意的 三天的报纸 一张都没有她接受表扬的消息 而这一举动 也足以证明老杨难缠的性格 国哥把老杨约在一家饭馆 她准备进行一次详细长谈 但老杨口述的还是三天前的那一套 这让国哥十分为难 老杨虽然有点愣 但她不傻 当秀出了国哥的质疑气息后 老杨第一时间暴跳如雷 并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态度 乌漏偏风连夜雨 老杨气急败坏地出来时 爱车竟不翼而飞 现场只留下了和消防栓 绑在一起的车咕噜 看了城管出具的罚单后 老杨心凉半截 交罚款去吧 多少钱 五十 不交了 买车才花二十 作为报社记者 约人无数的国哥认为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在同时小廖的鼓动下 国哥找到了老杨口中 那个被救的姑娘 欧阳花 欧阳花是个还没毕业的女大学生 在校内有万人迷的称号 同时小廖一见当即来了兴致 立马和欧阳花的闺蜜们打听起了八卦 还积极地拿起望远镜 去发现远端的美好事物 此时 站在高高跳水台的欧阳花 看上去是那么的拘束与不安 不知道是恐高引起的生理反应 还是因为记者国哥小廖的到来 让他显得坠坠不安 还没等国哥说明来意 小廖就拿起欧阳花的手机 互留的联系方式 国哥支开了小廖 谭笑间试着提起老杨的名字 但欧阳花却表示毫不知情 说着欧阳花又哭了出来 而他哭的原因 是不明白老杨 为什么要这样造谣自己 欧阳花的言语 让国哥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 自己像步入了一个 充满谎言的罗生门 要么老杨 要么欧阳花 两人中总有一个说了谎 可看二位的状态 都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两难之际 国哥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自己的未婚妻米依 虽然国哥的发际线有些厚移 但他却深受米依的喜爱 米依是个办案雷厉风行的女警 靠着职业敏感性 连国哥脑子里的那些小九九 米依都能体察大概 国哥把这件事告诉了未婚妻 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倾向于是老杨欺骗了自己 可听完这个故事后 米依的注意力就全在欧阳花身上 并且因为国哥身上残留的 欧阳花的香水味 米依更对这个女孩 没有什么好感了 米依粗意上扬的事暂且不提 要命的是老杨又来了 还是老生常谈 还是义愤填膺 还是报纸上没有自己的名字 还稍带提了一嘴 指责了国哥对自己的诈骗 你那车找人了吗 骗人 人家就罚五块钱 这次面对老杨 国哥戴上了有色眼镜 他盲目相信欧阳花所说 把老杨当成了一个 跑来骗表扬的家伙 可这也不能怪国哥 毕竟当他提出 要老杨和欧阳花当面对峙时 老杨退缩了 下车啊 不见了 不敢见了 是不敢见吧 不是不敢 就是不想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他认识 可老杨偏偏死不认账 他既不想见欧阳花 也必须要表扬 就在僵持不下时 老杨想到了一个细节 他当晚救了姑娘后 第一时间报警 警方可以证明老杨的英雄时刻 两人刚一进派出所 民警就认出了老杨 也肯定了他当晚报案的事实 可问题在于 民警的说法是 当天一接到报案 他们就火速赶往现场 但却连一根毛都没有发现 老杨听后想反驳 可警方根本没有 给老杨张嘴的机会 我们公安机关 对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是要负责的 粉像这个地区 已经连续十年 被评为治安的先进 就这同志 这个 你一定要写上 终于让老杨闭上了嘴 可老杨依旧风雨无阻地 往报社跑 此刻的国哥终于 明白了幸福的含义 谁不被老杨缠着 谁就是幸福的 国哥对于老杨的事 决定采取冷处理 可某天 欧阳花突然邀请国哥一起出来 国哥感到有些费解 但出于是美女的 邀约还是欣然接受 国哥还会走进咖啡馆 在外看到欧阳花 涂脂抹粉的动作后 国哥还是提高了警惕 提前打电话 给未婚妻米姨报备 那个姑娘约我见面呢 你说见是不见 米姨一块过来看看 帮着分析分析 你是警察嘛 经验丰富 火眼金睛 等着米姨正忙着审犯人 来不了 国哥瞬间松了一口气 看她嘴角上扬的角度 就知道这场对话 是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展开 然而现实是 米姨接到国哥的电话后 立马放下了手里的案子 跑过来抓起了婚外情 不过好在有国哥的同事 小廖恰好路过 男人间的默契 无需多言 他便第一时间 给国哥发送了撤退信号 这件事之后 米姨就向国哥明示 那个欧阳花有问题 别问理由 要问就是警察的直觉 不 是女人的直觉 同时 米姨还给了国哥一些提示 与其自己瞎琢磨 不如去调查一下老杨的背景 或许能有新的收获 得到米一点波 情势完主编后 国哥以调查为名 来到老杨的故乡 准备进行一次 刨根问底的调查 刚一进村 眼前锣鼓宣听的镇长 令国哥有些发懵 饭桌上 村之书明里暗里挑明心思 无非是想让国哥 宣扬他们村的政治攻击 按照村之书的说法 今些年村民的日子 红火得很 很多村民家里 都盖上了二层小楼 可还没等村之书说完 国哥就打断了他 这次来 国哥只问老杨的事 国哥又两件事不解 一是自己没有事先透露 怎么就会有人 给村之书通风报信 说自己会来村里 二是村之书 明明已经把国哥 带到了老杨家门口 却只让国哥进去 自己在外面等候 国哥用手敲了敲木门 没人回应 索性他就推开了门 刚一进屋 他就看到了 老杨家中的破败 与村之书口中的 富裕生活相比 这里实在过于昏暗 更令国哥感到震惊的 试着贴满一屋子的奖状 在奖状中间 从那一道 透过窗户射进的晨光中 国哥见到了一个 风烛残年的老人 这位就是老杨的父亲 而墙上的奖状 也证明了杨夫一生的 光辉时刻 杨夫一听说国哥是记者 瞬间来了精神 他用那扳布而颤抖的手 指点墙上的荣耀 这不是普通的墙 而是捐克劳动人民 灿烂一生的信仰之墙 老人还给国哥看了 自己当年收藏的报纸 而报纸里的主角 正是杨夫本人 这是他最自豪的光荣事迹 从小屋出来后 国哥把伯月挂在了脸上 他用质问的口吻问村之书 为什么不把老爷子 这样的劳模安排得妥当一些 村之书一听当心面露蓝色 他告诉国哥 村里每年都会给老人补助 可老杨父亲全捐了 捐给灾区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而如今的杨夫命不久矣 他还要把自己治病的钱也全部捐掉 听完村之书的话 国哥终于明白了 老杨为什么一遍遍往报社跑的初衷 也明白了老杨口中 有人会幸福那句话 因为国哥拜访过老杨家了 老杨理所当然地以为 自己马上就要被灯报表扬 他开心得不得了 一个接着向报社工作人员手里塞糖 见老杨有些忘乎所以 国哥把他叫到办公室 并猝不及防地浇下一盆冷水 他的事情还是不能上报表扬 你去见我爸 我爸以为你们要表扬我 结果你们又不表扬我 你急不得把他急死 气不得把他气死吗 哪怕是下跪 哪怕是苦苦哀求 而出于记者的良心 国哥也不能允许将未经证实的事件登报 因为现在确实没有百分百证明 老杨救人的证据 后来 在未婚妻米依的劝说下 国哥决定给老杨最后一个机会 只要他敢和欧阳花当面对峙 被表扬的新闻还是有机会上的 老杨硬着头皮答应了 欧阳花还带了几个同伴的闺蜜前来 而老杨还是一如既往的拘禁 这位 杨红奇是吧 你好 来来都请坐 欧阳米说 那天夜里三人在吃火锅 而且描述的煞有介事 滴水不漏 而与之相对应的 则是一个支支吾吾 低头闷声的老杨 迷人人一看 就能知道谁在说谎谁理亏 可老杨偏偏只会硬降 我没编一下话 采访结束后 老杨就离开了 可他没想到 身后居然有欧阳他们莫名其妙地追赶自己 老杨一个机里 躲进了别人的家 就此甩开了他们 但他也因为私喘名战而被当成小偷 老杨被大妈带到了警局 他第一时间打给国哥 因为老杨知道 只有国哥肯帮他 其实通过之前的双方对峙 国哥已经感受到了一丝诡异 可能是因为欧阳化的说辞过于完美了 导致国哥开始偏向于不够完美的老杨 老杨之前说过 他去粉厢是为了买烟 于是国哥带着老杨来到小卖部 因为事发当天下着大雨 稍加提醒 店长就认出了老杨 可店长的说法 也只能证明老杨来买过烟 其他的信息基本上毫无价值 至此 这个线索又成了找不到源头的线团 这天夜里 国哥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干扰 透过猫眼 国哥看到了失神且略显慌张的欧阳化 等欧阳化擦干了头发 并换上了自己的干净衣服后 国哥才从欧阳化口中得知 他此刻正受到老杨的纠缠 而说到底 无非还是为了那篇表扬 说完 欧阳化就走了 然而当他出门之后 却正巧被回家的未婚妻米依撞见 本来米依没注意 只是自己男友那件衣服实在过于熟悉 于是米依用车灯使劲地晃 欧阳化这才停住了脚步 米依回家询问国哥 国哥只能实话实说 是因为大雨交涉了欧阳化 他才让对方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可这样的解释 在米依这里根本行不通 米依开启了抓出轨的地毯室搜索 不过还好他们俩人确实仅限于聊天 米依用放大镜也抓不到把柄 第二天一早 国哥就从同事那儿获得了沉痛的消息 杨夫病逝了 随后国哥与同事们来到了杨夫林前祭拜 祭拜完毕后 在同事小廖的提醒下 国哥扭过头竟发现了一抹诡异 这位村干部居然在笑 国哥掠过了村干部 走到老杨面前 看着老杨那一脸的苦闷 国哥的内心萌生了一抹愧疚 不表扬我 你来干啥 你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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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老杨把奖状一张张扔进了棺材旁 那份光荣也随着杨夫的去世 自此长埋地下 主编望着自己当初拍下的照片感慨完前 并指责了国哥的失职 国哥其实对这件事看得很明白 他坚信自己的所做没有错误 此时的他只是很不懂 那位村干部为什么要笑 你刚才为什么要笑 他怎么好啊 他没有痛苦了 我们大伙 也不用为他再操心了 你说是不是 葬礼之后 老杨就再也没出现过 当时未婚妻米依那边有了新消息 警方抓住了那天雨夜强暴案的真凶 而且交代的犯罪过程和时间 也和老杨所述基本一致 所以由此可以断定 老杨是真的救了人 是欧阳花在说谎 而当国哥再次见到欧阳花时 在城乡上呆立的他 宛如一朵镂空的花 取笑还在 只是他再也没有当初的青春气息 国哥这次被欧阳花的闺蜜叫来 就是想劝他想开 因为真凶的出现 被玷污变成了欧阳花 无法再掩盖的悲痛 他不想这么年轻地 活在流言蜚语中 所以否认老杨 就是他对自己的保护 此刻的欧阳花 就像被扒光衣服 在众人面前被审视一样 因为被伤害的明明是他 而记者国哥和老杨 还要为了一个表扬 刨根问底 揭开他的伤疤 那封表扬的新闻稿 国哥还是没有动笔 按他的话说 自己已经无法分清对错 而思量再三 国哥也给主编 递上了一封辞职信 几天后 国哥来工地找到老杨 并给出了那封主编所写的表扬信 尽管老杨阴阳讽刺的态度 也在国哥意料之中 可接下来老杨说的话 却让国哥五味杂陈 不需要 他来找过我了 求我原谅他 我不原谅他 我恨他 我把他给干了 就知道你不信 就像当初 不信我救他一样 第二天的晚报 老杨救人的是成了头版头条 这场风波至此 也终于落下帷幕 可国哥自己的事还没完 从那之后 他变得话少 无辟 哪怕是和身边的未婚妻米依相处 也一直笼罩于阴暗的氛围中 终于有一天 米依无法忍受而提出分手 就在他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就这样 告别了朋友和城市 告别了习惯的生活 国哥独自一人来到了北方 时光流逝 一年后的一个夏日的清晨 在天安门广场走着的国哥 恍惚间看到了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背影 国哥有些不敢相信 但那背影又实实在在立在那里 于是 国哥追了上去 他奔跑着穿过人群 想给过去的自己找一个答案 寻一份求索 国哥越跑越快 而那团红色身影推着的老人 也渐渐浮现在眼前 最终 国哥追上了这对副资料 相顾无言 而老人的笑容也让国哥心中无比温暖 老杨也笑了 他的笑车里融化了国哥内心的冰川 让他终于得以释放 解脱 没走几步 国哥的手机上出现了一则短信 看到这里 国哥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或许 这一切只是自己的美好想象 又或许 国哥成了冤大头 并但对父子俩阴谋地摆了一刀 不过对于此时的国哥而言 这些都变成了过去时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电影《求情侣》表扬我的导演黄建新说 他之所以会拍这样一部电影 是因为他看到社会上的很多现象 是无法用孰市孰费来判断的 但对于一个群体而言 应该有一个衡量的共同标准 可看完影片后 我并未发现导演口中的标准 相反的 我陷入到一个巨大的模糊边界中 范维是个好演员 抱着开怀大笑目的的我 竟然在观影中没有过一丝笑意 我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 并对导演在片中的取舍 佩服得五体投递 电影剧本脱胎与短篇小说 《请你表扬》 原作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而电影却在这个平平无奇的故事背后 草蛇灰陷地赋予了很多隐喻 粉项的强暴 警方的态度 欧阳花对国哥的暧昧 《村之树的笑》 以及影片最后那条短信 导演在其中铺设了多个烟雾弹 以至于会让观众看得云里雾里 如此一来 有人看到了红 有人看到了黑 导演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而对故事的事发地粉项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 粉这个字略带暧昧 或许暗示那条项子 是个有颜色的地方 此外电影开头提到案发 当天是2月14 情人节 而老杨是个单身汉 同时对电影情节所述 老杨很孝顺 每天晚上都会准点回家陪伴父亲 所以他那天 为什么要冒着大雨去粉项 欧阳花为什么也在粉项 再看欧阳花 电影有一幕也提到了 欧阳花的香水 可以啊老谷 一个女大学生 用这么高级的香水 还神呐呀 你应该知道 粉项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了 不过这样的猜想太过阴暗 电影也没有给出更多的暗示 全当这只是一种过度解读吧 而关于电影节为老杨父亲死而复生的情节 其实导演黄建新接受采访时已经表示过 杨父的葬礼是假葬礼 这里面存在很多人为造假下的不合理 人为造假下的披露 比如葬礼虽然用的是红色蜡烛 村干部没忍住的偷笑 葬礼地点就唐突地摆在荒郊野外 等等等等 所以事实就是 杨家仁最终为了表扬 还是制造了假死 来推动得到表扬的进程 线下已经显而易见 影片的核心在于表扬二字 因为曾经的实干 杨父获得了诸多表扬 因为眼下的实干 因为父亲的病危 儿子杨洪希也需要得到一次表扬 而有人受表扬 就有人要受批评 一边是一次表扬 另一边是一个女孩的社会性死亡 这是一个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天平 究竟能否倾斜 并能倾斜多少度的问题 可算来算去 并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答案 因为在影片中 它只是一个叙事的曲窍 导演想在其中表达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 也许导演想告诉观众 一个社会需要 井然有序的秩序和道德 作为支撑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何种秩序和道德 才能让国歌奏响 红旗飘扬呢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目十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